唐多令 西别 吴文英 何处何成愁 离人心上秋 纵芭蕉 布鱼也搜搜 都到晚凉 天气好 有明月 怕灯楼 年是梦中休 花空淹水流 燕瓷归 刻上淹流 垂柳不迎 裙带住 漫长是细行舟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 怎样合成一个愁字 是离别之人的心上加个秋 纵然是秋雨停歇之后 风吹芭蕉的叶片 也吹出冷气嗖嗖 别人都说是晚凉时的天气最好 可是我却害怕登上高楼 那明月光下的清景更加令我滋生忧愁 往昔的种种事情好像梦境一样去悠悠 就像是花飞花谢 就像是滚滚的烟波向东奔流 群群的燕子已经飞回南方的故乡 只有我这游子还在异地停留 丝丝垂柳不能系住她的裙带 却牢牢地拴住我的行舟 再读一遍 唐多令 西别 何处何成愁 离人心上秋 纵芭蕉不语也搜搜 都到晚凉天气好 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 花空淹水流 燕瓷归刻上淹流 垂柳不迎裙带住 漫长事细行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